原标题 衣冠刘汉,道氏马之治愈了太宗的疾病,太祖将刘汉转上了凤裕,赐马之玄秘大师,称号,通义大夫金,并赐二人银器,若钱,安乐玛,真宗贤平三年一零零零年,封门之因治愈明德太后之吉,加上了凤裕,赐金子,贤平中九百九十八到一千零三年,真宗被善治建商的衣冠言文, 刘汉刺牌,医学刘战特刺牌金,千医管,景玉元年1034年,汉林医学许熙用真刺法治愈人宗疾病后,命为汉林医官,刺牌医,淫于吉祭壁,汉林医学前已治愈了皇子,神宗要其未太医垂,刺金子,原封二年1079年,医官朱友章等因医治太后疾病有效, 给予子孙千冠等推恩,建言三年1129年,宋高宗因惊吓出现七八性养者,医人王继先诊事有奇效,其后寝贵宠,嗜好王医师,王继先官阶智和安大夫,开州团论史智室,后改授武功大夫,落智室,继而特授种州防御史, 高宗曾在反职面前公开称赞王继先,医官如王继先辈,孔男友继者,高宗的宠幸,使王继先夫宠干法,复平公事,子弟职严格,通朝济,殷妻党有,莫非贵柔,彻民屋以广地省,铁殿外努带变培典,数十年间,未有感摇之者, 甚至全臣秦桧,都不得不屈一顶凤,使其夫人一致,去拜兄弟,表礼隐缘,宫廷医官振之无效,则受到不同方式的处罚,拥挡赵原分病重,医官赵字化音振之无状,被珍宗将为赴使,庆历三年1043年8月,菜香上奏请求加重责罚医官医术无效,其中就提到了对医官的处罚, 进宝阁宫,主其邪国公主相继腰上,公要医官以文价开封府取看者,御王,恶王晚时,医官义士取看,指将义两官,未寻月间,寻父千父,原福二年1099年论九月丁楼,折宗赵医官卓顺之党六人,医治皇子无效,并出名乐庭,卓顺之宋恒州,李氏爽永州,张义泉州, 王州到隋州,李氏爽徐州,胡宗唐州,并编管,折宗第四女追宁公主三岁夭折,负责诊治的汉林医官张永元随医官,乐庭,石宇林,班公权并特乐庭,真宗去世后,医官宋安道等四人,因诊疗真宗无效,降寿诸州散官,折宗病史后,原福三年1100年正月, 徽宗下诏,则诊识大行皇帝折宗医官秦驾,孔元,肯于等,并出名乐庭,边管,夺官,罚奸有差,纯熙十四年1187年,医官王靖因为太上皇高宗诊治,勿用谢咬,静止大戒,孝宗与柳之士朝,献胜以为孔, 自此医者不敢禁药,指命天府战其背,按海山,与前代相比,宋代不论是对常见病症的治疗,还是对疑难杂症的处理,都有较丰富的治疗经验和治疗方法,宋代医学的发展与当时的科技水平,经济发展程度有一定关系,但首先与以皇帝为首的统治阶级,对医疗卫生事业的重视分不开, 统治阶级的重视与提倡,也激发了社会上更多人学医的热情,宋代政府重视医学教育,成立专门的医学院校,且有科学的医学分科,对医学生规定其学习内容, 态素,中藏事业,百家,诡仪,龙树,金仙次药,明堂,幼幼心书,产科宝庆等事业,医学院校培养的学生与社会上征兆的医人,通过考试可以进入试图, 国家以文武医入关,是前代所没有的事情,医学的进士旧人,关与族学的人校官相结合, 也促使更多的人投身到学医的队伍中来,加入到专人医术的行列中去, 道学家诚仪就曾说过,是亲者,亦不可不知医,有些宋人将达则为贤相,穷则为良医,作为人生作幼名,不仅如生学医,僧, 道已加入到医人的队伍中来,社会上钻研医术的人群更加扩大,有利于皇帝在更大范围内选拨医生为其服务, 社会上疾病治疗水平的提高,促进了宋代宫廷医疗水平的提高, 临近的高黎国王患病,时也请求宋朝派太医治疗, 信宁中1068到1077年,王辉病,赵医官马氏长王致志, 元丰三年,高黎国王王辉以及表起太医,朝廷显格门通事社人王顺丰压之彼国, 既然宋代宫廷医官医术水平较高,为何为皇帝诊治的医官一再因诊治无状而受到处罚呢? 其原因首先,是皇帝所处的特殊地位使然,早在东汉时, 明依郭玉对此就有深刻的认识,郭玉仍爱不惊,虽贫见私养, 毕尽其心力而依,辽贵人识或不欲,和帝赵玉安问其状, 对约,义之未演义,犀礼至威,肥其用巧,真实之间,豪盲极乖, 神存于心手之际,可得解而不可的演义, 富贵者处尊高以临臣,臣怀不舍以成之, 其未了也,有四难言,自用以而不认臣,一难也,将身不尖, 二难也,骨节不强,不能使要,三难也,好意无劳, 四难也,真有分寸,实有破漏,重以恐惧之心,加以财甚之志, 臣亦且犹不尽,何有余病灾,此其所为不欲言, 郭玉对贵者的心理状态分析得非常清楚, 自用以而不认臣,一官怎能全力诊治, 如折宗染及卡血,而及会病,郭一诊事,不许言气虚弱, 养成债疾,终不可知,宁宗患立即,赵曾医入室,曾诊欲弊,方子病症, 未有所处,慈明利欲踏后,有指乎,曾防御, 官家窝的感应完否,曾连称,是的,是的, 慈明又欲,须是多把与官家望,曾呈教旨, 对已须近二百万,曾一位宁宗诊病,亦受到干扰, 不能按照诊断结果用药,皇帝患病时, 若贫乏更换诊疗疑管,也会影响治疗效果, 如嘉玉八年1063年司马光批评仁宗皇帝用一部砖, 导致一物病情,他说,凡用医之道, 再谨柴其人,而专认之,然后良工得尽其数, 而功效可见,金文诊欲慢者,常以实属, 宫桌相杂,是非混搬,发言尽要, 更相倚,扶前拔后,唐左占右骨, 虽有鱼贬之术,将安所施软, 高宗在纯熙十四年危中风时, 一因医官流却等和医官王静等用药不同, 使高宗腹泻活水,最后死亡, 当然,医官诊事无效,与医官人数太多, 医术水平参差不及也有关, 故仁宗家遇五年一零六零年, 殿中时遇事旅会尚书,请求检树医官, 丰文进口医官院多不整齐, 其拥乐甚至秦东医, 甄丽丽二人, 为亲赴北司, 以求援引, 出入内庭, 曾无献解, 因此旅会请求仁宗指挥医官院, 今后指令使, 赋予上要奉语, 令医,大方脉籍内有应用术科, 更地之素, 如玉弓进之环, 并须兼一名有年池, 安惠方药者同共茶卖, 术互相减术, 致意不致差有, 宋高宗莫廉危中风, 医官王靖等劝猛用泄药, 导致高宗病情假重, 最后一命呜呼就是右医证明, 医官诊事无效也有其自身原因, 太医也好, 御医也罢, 在宫廷中久了, 很可能会追名逐利, 而不再用心钻研医术, 致使诊疗水平下降, 医德低下, 汉代张仲景就批评过有些医生但竞足容士, 起锤权毫, 滋滋疾疾, 为名利事务, 重始其末, 哭泣其本, 华其外而翠其内, 提之不存, 毛江安烟腹, 司马光曾言辞激烈的批评为人宗正, 至极病时但未深谋的御医, 强者自专, 弱者附会, 比周公为乌圈, 不顾圣体, 但未深谋, 居云, 卖气平和, 脏腹无疾, 然而旁侧众人窃官行政, 岂得为安宁复旧, 如医官所言哉, 来搞小史返回邹虎,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